你知道你感染了新冠病毒后的192个小时内 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现在就带你亲身的体验一下 看完之后你会明白你的身体有多么爱你 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一个咳嗽 一生喷嚏或者一次没有做好防护的接触 很快你中招了 但这个时候的病毒量很少 它们会钻到你咽喉部的细胞里面 用你细胞里面的原料来合成它的OLEA和蛋白质 组装成小病毒 然后释放出来感染更多的细胞 所以你这个时候会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 27个小时之后你会度过一个相对平安夜 但这个时候病毒可没闲着 它们在利用这段黄金潜伏期 在你身体里面制造了无数个分身 准备对你发起总攻 49个小时你的免疫系统拉响了几磅 你的巨石细胞B细胞T细胞随时待命 大战一触即发 你的免疫系统这时还会寻求体温调节中枢的支援 把体温调到38.5度以上 但新冠病毒可是见过大场面的 这不算个啥 但这个体温可把你烧得够强 于是来到了76个小时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这也是你症状最重的一天 你终于还是倒下了 不得不卧床休息 持续的高温让你身体消耗了过多的能量 让大量的乳酸堆积在肌肉里面 你头晕乏力浑身酸痛虽然你倒下了 但你的免疫细胞们却扛下了所有 巨子细胞负责吞噬被病毒侵入的细胞 B细胞负责分泌抗体 综合病毒T细胞会分泌大量的细胞因子 召集更多的免疫细胞过来支援 这个时候的你啊 可能正在躺在床上挨啊 而你的免疫细胞们却没有半句愿意 他们赴汤倒火前赴后继 到了96个小时 你终于度过了那段水深火热的时光 体温开始下降 免疫细胞们逐渐开始占据了上风 病毒大势已去 但依然在你的喉咙里面 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这个时候哪怕你是咽口脱沫 嗓子也会像吞刀片一样疼 128个小时以后 病毒终究还是输给了你的免疫系统 但是看着战场上的尸横变运 大量死亡的细胞和病毒呢 尸体都堆积在鼻腔和咽喉 于是你的身体通过流鼻涕 咳嗽这些方式想清楚这些垃圾 终于到了192个小时战场 终于慢慢地打扫干净了 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免疫细胞们 默默地攻城身腿 这里没有欢呼 没有奖牌 没有勋章 所以当你感染的时候 你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身体里数以一计的免疫细胞 都在为你作战 他们是无名英雄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我们终究会战胜这些病毒了 他们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终将成为过客 加油陌生人 让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帅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